字幕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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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Hi 大家好 我是路易 路易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一個 我路易很喜歡的四季豆料理 路易每次吃西餐的時候 其實是炭烤牛排的時候 我很喜歡那個副餐 點的是炭烤四季豆 其實這道料理很簡單 在家裡也可以做 我們其實只要準備一個鑄鐵盤 跟新鮮的四季豆 跟一些材料 就能夠很快的很容易的把它做出來 然後這樣它還真的很好吃 所以我們今天所需要的材料有 新鮮四季豆 extra virgin的粗榨橄欖油 海鹽 新鮮蒜末 首先我們先要把火打開 把這個鑄鐵盤充分的加熱 加熱個幾分鐘之後 把你手放上去 覺得非常熱的時候 熱到有點受不了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是差不多了 而且你可以看到鑄鐵盤 有微微的一點點的在冒煙 所以就夠熱了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準備 把四季豆給加進去 四季豆放進去以後 因為這個鑄鐵盤本身的熱量 已經很足夠非常熱 所以我們可以適度的把火轉小一點 讓它在上面慢慢的烤 然後適時的把它翻一下 讓它平均的翻一下 讓它不要完全的燒焦 我們要有一點那種炭香炭烤的味道 而不是要讓它燒焦 所以適時的還是要把它翻一下 那我們看到這個四季豆啊 像這樣子被撈上這個痕跡以後 其實就已經差不多了 所以我們只要仔細再觀察一下 或翻了一兩次以後 它差不多兩面都有均勻 有這種燙的 這種燙烤的痕跡以後 我們就準備要下一步了 好我覺得差不多了 這個時候我們一個很關鍵的動作 就是要先關火 記得要先關火 為什麼要先關火 因為這個太燙 鐵板太燙 我們現在放這些蒜末下去的時候 如果溫度太高 一下子立刻燒焦了 很難控制 所以我們把這個蒜末灑下去 然後 一點海鹽 海鹽 適量的海鹽 再來很重要的 橄欖油 橄欖油我們就均勻的淋上去就好 好 好 差不多 這個時候我們再快速拌一下就好了 這個時候速度一定要快 不然這個蒜末很快就燒焦 哇 這個味道等下都上來了 超香的 嗯 忍不住就想要偷吃一口 好 到 搞定 看到沒有這個蒜頭很快就燒焦了 所以要很快 好 好的這就是入浴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這個 鑄鐵含料碳香四季豆 這真的非常好吃 也很快 幾分鐘都那麼好聽 大家可以試試看看 OK我們下回見 掰掰 掰掰 我們剛才已經完成了我們今天的這個碳香四季豆 現在吃一下我們的成品 其實你看它其實蠻烤焦的 就是它已經有一些烤 烤過了很 其實這個碳香味就會從這邊來 真的出來 好我們吃吧 它一入口就是那種 焊的香味就是魚肉的甜 它有點鹹 還有橄欖的香味 還有蒜香味 還有蒜香味 這在嘴裡面 真的太好吃了 你們一定要試試看 其實是最好看的 現在看了 還有一些烤� 最後就是那個小道菜 簡單的視頻 在這兒 如果是一個小道菜 可以嘗嘗的 陳釗根 可以嘗嘗的 cond鑼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